歌谈天后孙燕姿度过44岁生日 晒出的麻将蛋糕太萌了 孙燕姿不光晒了别致的生日蛋糕 还晒了自家头发画白的老公 45岁的荷兰籍老公纳迪姆和栋灵的孙燕姿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是两代人 孙燕姿还晒出了不满10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 兄妹俩正在涂鸦 写了个大大的妈妈 两个小家伙还在墙上画出了一家四口的头像 爸爸的胡子画得很是传神呢 孙燕姿是港台流行歌谈四小天后之一 其他三位的婚恋状态是这样的 梁静如嫁入豪门蛋离婚收场 才10年过四旬依旧未嫁 肖亚轩习惯姐弟练游戏人生 孙燕姿很不一样 她嫁给了不帅也不负的打工人 结婚11年依旧恩爱幸福 一个中年女人究竟过得好不好 看看她的颜值气色和精气神就知道了 孙燕姿是新加坡人 她的爸爸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教授 妈妈也是老师 生下姐妹三人 孙燕姿是二女儿 次女上下拼起来就是姿 孙燕姿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孙燕姿从小展现出音乐天赋 弹钢琴唱歌写歌才华横溢 她考上了南洋理工大学 又在李伟松音乐学校学习唱歌 被唱片公司相中 但孙燕姿一家坚持要让她读完大学 唱片公司等了她整整两年 22岁的孙燕姿在2000年 发了首张专辑《孙燕姿红透华语音乐圈》 颜值清新短发干练 音色独特令人孤而不忘 还是创作才女 她不红谁红 70后80后 谁没在KTV里唱过孙燕姿的歌 她的歌好听有个性 又不算难唱 太受欢迎 孙燕姿活到什么地步 她和同年出道的周杰伦 并称男友周杰伦 你有孙燕姿 连续七年 专辑创下百万销量佳鸡 拿奖拿到手软 演唱会开到停不下来 大家都很好奇 这么优秀的孙燕姿 她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的 2006年那是她最红的时候 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纳迪姆 对她展开疯狂的追求 纳迪姆是香港某公司的市场行销主管 了解公司架构的小伙伴都明白 这个职位连高管都算不上 只是一个打工人 身高1米75的纳迪姆颜值也不高 却奇迹般的把女神给拿下了 2007年 郑秀文在新加坡办演唱会 孙燕姿和纳迪姆一起坐在贵宾席 媒体拍到了他们甜蜜互动的照片 将纳迪姆称为胡须男 对她的评价并不高 为了陪伴孙燕姿 纳迪姆把工作地点从香港转移到了新加坡 在某家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2009年 纳迪姆在新加坡参加铁人三项赛 孙燕姿现身为新上人助威 2011年 孙燕姿上康熙来了 蔡康永和小S全程把纳迪姆称为荷兰人 小S还说跟外国人玩一玩我OK 但交往我不太敢 孙燕姿脾气很好 公开男友是荷兰籍 其实是印度尼西亚人 从小被收养 他还说自己的父母很开放 不在意国籍 有礼有节的回应了坊间 对这段恋情的不看好 2011年3月21日 孙燕姿和纳迪姆低调注册结婚 在5月8日举行小型婚礼 只请了十桌亲朋好友 那天是他们交往五周年的纪念日 嫁给真爱的孙燕姿说 她要当个贤惠的妻子 她是喜欢唱歌 但爱情家庭排在第一位 孙燕姿说想在结婚后生四个小孩 不过她没生那么多 一儿一女也足够了 纳迪姆是个称职的奶爸 有这么坚强的后盾 孙燕姿也以独立音乐人的姿态回归乐坛 继续发歌 开演唱会 上综艺 去年她发了三首单曲 前两天又发了新歌《秦光》 其实天后级的艺人 真的没必要嫁入豪门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豪门 在艺人里 孙燕姿属于佛系的那类 也正是因为如此 结婚生娃的她 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但是以她的咖位和业务能力 就算是接个商业 也能拿到将近七位数的报酬 所以她负责赚钱养家 纳迪姆投入更多精力照顾孩子 这个分工十分合理 一段婚姻要走的长久 确实需要有经济基础 但更需要两个人志同道合 性格合拍 孙燕姿过得那么幸福 说明她是个在生活中 有大智慧的女人啊